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我分享一个观念 就是说假如 网友你假如仔细的观察的话 你可能会发现到一件事 就是说 你拿看我的 我学生提的案例 或者是我自己本身的一个案例的时候 你会发现到 奇怪了 怎么出事的时间 都差不多差不多 你有没有发现到这件事 出事的时间 其实都差不多差不多 你会觉得很奇怪 怎么会这样 为什么学生批出来的时间点 你批的东西 可是他八字完完全全都不一样 怎么出事的时间点都会差不多差不多 各位原因在哪里 在于流年这一个 这一个点 流年 各位他是唯一一个 我们来看 什么叫唯一一个 他是唯一个什么 八字的组合是这样 本命加大运加流年 我相信本命这些大家都不同 大运 也会不同 但是流年 没有一个人不同 大家全部相同 为什么 很简单 今年是庚子年 请问对我是庚子年 对你是不是庚子年 对大家是不是庚子年 所以在八字的一个情况里面 他是时间的一个状况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共通的时间点 那就是年 那就是年 所以年是我们八字 每个人八字不同的情况中 唯一一个共同的点 所以可以 五行派可以直接拿出来 那种用单点论法 有就是日注搭配流年的这一种单点论法 去推论出这一个时间 大致上共通的一种现象 所以各位你看了前几天 那个直播里面 学生说 四月 十月不要投资 结果客人 他的朋友四月投资 结果钱全部被骗走 存款 工作下来 几年的存款全部都不见 我的客人来找我 哎呀 他就说他儿子 血液行丸不好 还因为这一个情况住院 我就说四月 他说对 各位小猪罗志强出世 破财也是四月 为什么 你会觉得奇怪 怎么都差不多 因为大家的流年都一样 所以我之前有教过大家 就是说流年 是什么 你就住 就是批他不好 流年他就这样的 流年就是 各位 流年是什么 你就注意的那方面 因为这部分一定会受伤 他这一定会受伤 尤其当你被合的时候 流年被合的一个情况 那更是明显 流年被合的时候 这个部分会更明显 所以各位你要了解到 八字的一个作用 这边 各位你就会了解 八字的一个作用 他先从共同的一个现象 开始产生作用 产生作用以后 各位 你们的八字 每个人的八字跟大运势是不一样 所以 流年这一边突然消失的时候 他就会回归到 你不同的点 所以 你要知道 流年的作用 他是有两个步骤的 第一个步骤 先从年这一边 大家共用的 所以 大家开始这段时间 尘土 克止水 所以在流年止水上 大家都共同止水不在 共同止水不在的时候 这时候 第二步骤 他就会回归到 本命加大运的这一块 因为这一块大家都不一样 所以你的运势 这边流年会一样 可是第二步骤 他就产生 本命加大运的作用 这时候就会产生 每个人的运程 第二种不一样的现象 所以其实各位你要了解 在批命来说 为什么我刚刚跟各位讲 流年是什么 你就注意什么 因为流年这是一个共用的一个基因 他是一个共用基因 所以在八字里面 完整的时候 完整的时候 各位 这是第一种现象 所以大家这边不同 不同 相同 所以大家的运势会一样吗 不会一样 大家运势不会一样 这是第一个状况 可是第二个状况 他是先从年受伤 他从年受伤 所以共同的基因 这时候会产生 当年受伤的时候 这时候 就会产生非常非常多 每个人都很类似的状况 年受伤 会有类似的运势 因为这一块 这一块 只是看说年代表的是你的什么东西 财运 官运 什么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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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方面就会出问题 这时候就会有相类似的一个运势 这是 共用的 这边是共用的 然后当这边受伤了以后 他就会联动到 往下连动 这边受伤了 这时候 本命加大运 就会产生又回到本命加大运的这一种情况 所以来讲 你每年其实基本上 都会回归到你的本命跟大运的这一块 你每年都会回归到 但是因为平常有流年 来搅局 所以会呈现出 不太一样的一个状况 所以我们一种比较简单的批法 一种比较简单的批法 各位你不懂流年流月 无所谓 一种比较简单的批法 你只要这样 在五行派里面 一个比较简单 你要怎么批他今年的一个状况 第一个叫做完整 就是你的本命 加大运 加流年 这是一个完整的批法 第二个批法 就是本命 加大运 就只要这样子就好 你就会知道 流年在跟流年不在 他到底 有什么不同 这两个 你假如想要再看月份 其实就很简单 就是直接把流年 我说过 流年你把他拉出来 何克定提胸 你就可以知道 大概的一个 运势在什么时间点 会 会产生是这一种现象 或者是这一种现象 这两种现象 这就是一整年里面 会有流年跟流年不在的一个情况 像今年是更 天干是更 你就怎样 乙更合 丙火克 这三个月 这三个月 就是本命加大运 其他的月份 本命加大运加流年 完整的走法 地支 只丑合 克他 尘土 戌土 这四个月 地支的水会不占 所以各位 这个就是一个 简易的一个看法 他就是利用流年 了不了解 流年是共用现象 流年是共用现象 所以你会看到 我时常会看 你今年走什么 你今年几月 你哪方面会出问题 这不是通灵 他就是直接用这一种方式 只是我在跑的时候很快 因为这对我来讲是很轻松的事 无形流通对我来讲是很轻松愉快的事 因为我已经玩得很熟了 所以 我当然一看就会知道 我再对照 对照一下你的日主 甲木日主 那你今年就关于自己注意一下 所以 甲 现在是甲 甲月 所以甲 现在都会出一点问题 也就是说 甲代表的是你的什么运 你就那一方面就会有一些问题 现在是指 陈月克指 所以 现在指对你代表什么 他就是那一个问题点 要特别注意 所以各位 这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流年跟 流年流月的一种 判断法 我们一年中 绝对会出现这两种状况 本命加大运加流年 这是流年气在的时候 第二个就是流年受伤的时候 就是只剩下这一块 就剩下这一块 就剩下这一块 所以 你说流年的力量大 还是大运的力量大 只要以我们来讲的话 每年都一定有这一个 所以大运 他还是会 持续不断的在影响你 流年 他实在实不在 实在实不在的一种情况 他会影响一段时间 然后又一段时间不会影响 所以各位你要去知道 就是说 其实你每年的一个流年的变化 其实是有这两种的 这是比较简易的看法 就是说有这两种看法 流年 流年在跟流年不在的一种看法而已 流年要怎么不在 就是你直接把流年和克定其凶 这样子你就可以知道说 哪几个月 你是处在这种情况 哪几个月你是处在这一种情况 这是一个简易的一种批命法 这是一种比较简易的批命法 对于 就是说 来简易来看的话 用这种方式 你也可以判断的出来 你也可以判断的出来 说你今年 大致上在哪方面会好 在大致上在哪方面会不好 是在哪几个月自己要注意 哪几个月自己要注意 所以 学八字 各位 你会发现到 越学越简单 越学越简单 为什么会越学越简单 因为你对他越来越深入 你对他的话 你知道了这个基本原理了以后 各位 知道基本原理 是不是 你就可以去把这个基本原理再去运用 发展出更简单的一种的批论法 所以当你 我们在研究八字就是这样 这一些东西到底会不会准 当然会准 因为我平常就是这样用 了不了解 有的时候我根本不想算流年流月的时候 我就是直接这样看的 了不了解 我不想看的时候 这就我的偷懒法 难怪你在那边算 老半天我不需要 我一看就跟你讲是什么东西 对不对 所以各位你要了解 这一套的一个简易的批法 其实关键点就是在流年 共同的基因 他受伤的时候 大家会产生相类似的一个情况 但他受伤的时候 他又会回归到本命加大运的这种特质 这就是你的第二种现象 第一种现象是流年受伤 共用的现象 共通的现象发生以后 你的八字会产生第二种现象 流年在的时候 当然大家这时候都是不一样的运 因为他会进来作用 在作用开始到处乱跑 所以在这一块的时候 大家都不一样 可是在这一块的时候 会有大家共用的现象 还有第二步骤所产生的本命加大运 这个大家都不一样 所以各位要了解说 为什么有的时候 你看我们在批命的时候 我只看你一个日主 我就跟你讲 你几月几月会出哪方面的一个运势 其实就是用流年是大家共用的基因 他是第一现象 那是第一现象 所以我讲的是第一现象 第二现象 那是大家都不一样 因为每个人八字都是不一样的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 拜拜